本來就是疫情比較沒有那麼嚴峻的時候 是要參加就是首爾馬拉松 那後來就都取消了嘛 所以在那之前就是我的訓練量算中高 就是一個月可能會跑到兩三百公里 那也會去重訓 那當然就是隨著賽事取消 我就把跑步的量一個月就減少到一百左右 那基本上重訓還是維持一個禮拜兩到三次 這一波我們不知道會拖多久 所以我想好不容易維持或是建立起來的運動習慣 最好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你如果一旦覺得一天不去兩天不去 有時候就變成半年一年 就後來這件事情就被拋住腦後了 即使有些人現在不方便 不想去健身房 還是可以改成居家運動 運動只要適中的話 它是會幫助免疫力 肌肉它其實就是一個器官 那你在拿重量或是肌肉收縮的時候 是會分泌一些荷爾蒙 那它會去調控免疫的系統 那一般我想上班族就已經現在那麼方便 基本上根本連走路都很少 那這樣的狀況 它其實就是已經算是做事生活 不會做事生活就是說 一個禮拜的壞走到會出汗的活動量不到九十分鐘 平常我在診間看到很多病人也是常常反覆的 比如陰道炎啊感冒這類的 那真的有在規律運動的人 其實這些的小毛病比較少見 如果是有氧運動 那一般最常見的還是跑步 或是騎腳踏車嘛 那現在我會建議就是說 就盡量選在室外 那如果本來沒有什麼在跑步的人 其實假日也可以跟家人去爬爬山 這都相對比較安全嘛 那無氧運動的話可能 本來從來都沒有做過中量訓練的人 先在家裡試試看徒手的一些動作 比如深蹲啊硬取 或是簡單的浮力挺身這類 你確定你徒手的動作沒有問題了 你再考慮加重量 那如果本來就在健身房規律訓練的人 這個時候就是你在家裡就減半嘛 二十公斤用狐靈去做練習 基本上還是維持啦 我覺得在家大概就是 抓差不多三十到四十五分鐘內 可能也許動作就兩三組這樣子 回到家裡運動其實重點就是在於 那個環境的安全度一定是不可能跟健身房一樣 所以有些跳躍啊或什麼 你做的時候你四周要看好 不然你東西有時候甩到家裡 或是說你就跌倒 或是 製造太多噪音影響到樓下的人 精英選手其實運動量大的人不一定是越大越好 其實很多很認真的朋友 他們到了周期或是大賽結束 都非常容易感冒 那甚至泡疹發作 那就是因為它強度太高了 你一直累積一直累積疲勞 其實身體那個腎上腺素也會一直上去 那這時候會形成一個叫做免疫力的空窗期 那在防疫期間我想民眾的重點是放在 比如說你本來都是每天快走三十分鐘 你不要忽然想說我今天要增加免疫力 我要走個一個小時 那第二天可能肌肉痠痛 或是說你身體就會恢復不過來 所以我想防疫期間的大原則就是維持